我们今天聊的是再过37天要选取投票 美国智库内部做了民调 那这个博瑞光的说法是说 中国可能认为和平统一台湾的这个希望 跟这个几率恐怕在缩小当中 而美国智库认为 3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武力犯台 然而同时37天之后 台湾社会要选举各路人马 各路网军完全大乱战 范云怎么观察 其实据说刚刚郑浩讲的一些 我还蛮同意的 但是韩国瑜其实没有闲着 韩国瑜虽然很多地方被大家说炒包 可是选举他是还蛮强的 他马上把他自己跟柯P 跟那个赖副总统候选人 说成是不是薯条三兄弟 是被霸凌三兄弟 所以他其实立刻把这个东西转成说 是不是总统府在操控这一切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同意刚刚的部分 就是说一方面 杨慧如的东西是调查中的个案 那我希望就是说调查清楚之后 大家会知道什么 可是比较重要是 这个就路上有陆军的 网路上就会有网军 所以重点比较不是在于 就是说他有没有领薪水 而是在于两件事 第一个 有没有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跟资金 这完全是超越我们的法律 也不符合政治现金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你去像看广告 广告也是在带风向 觉得我在这边有好多看板 好多人支持我 可是广告不是问题 之前我们的法律没有规范 这个部分有问题 而是内容不实指控 我如果说真身杀人 讲到最后真身自杀了 那真身杀人 讲的人其实就有刑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 不实指控 然后到后来变成假新闻的问题 以我自己为例 我其实之前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也有支持者来说 你这个网路那个声量太低 要不要找那个公安公司 帮你操作提升形象 我们要讲说是不是要 然后问了一下 问到价格 那个价格都还很低的 我们就说不可能 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 不如自己好好经营脸书 所以可是像我最近 骂了那个韩国瑜 然后也骂了柯市长 韩粉跟柯粉都来找我 那为什么我可以说 他是韩粉柯粉 因为我点进去看他的脸书 就只支持一个政治人物 到处都放他的东西 然后很有趣的是 骂人的内容很没创意 都一直骂一样的内容 贴来贴去 那这个到底是自愿军 还是网军 还有更糟糕的是 把我自己团队做的图 然后弄成完全不同的方向 伤害我 比如说有一张图 就说成我在骂蔡总统 放到绿色的群组 这很奇怪 他变成放到赖群组 另外一张图 就把我的图上面 打了一个领9万 其实是拿他骂林非凡的 说林非凡是领了9万 变成我去领了9万 然后这其实是 很有系统的在黑我 因为领9万的部分 他就放到蓝军的赖群组 所以这个到底是自愿军 还是蓝军 我觉得是不是自愿 跟领不领薪水已经无关 而是他已经违反了 就是版权法 而且刻意在伤害我 所以我已经在脸书上 警告这些人 那其实我同意 刚刚郑昊说的 PTT的问题 还比较容易解决 因为PTT是个 封闭自主的社群 让他们开始在针对 就是一些假账号 在下降 问题会越来越清楚 反而现在是脸书上 大规模的 就是 脸书跟赖 还有YouTube 还有Google 还有境外势力 很难处理 那最近立法院 这个事情 法律也还没有处理完毕 那包含美国 刚刚我们讲到的 那个大数据的部分 美国的 那个参众议院 也要求脸书的负责人 去处理 你未来的 针对政治广告的部分 你有责任 要不要能够筛选 假新闻假广告 因为认为 大家认为 上次的总统选举 川普得利于这个部分 所以我也觉得 这次的事情 如果对我们的民主 有帮助的话 是好好的把相关的 游戏规则弄清楚 那目前看起来 蓝军是觉得 自己捡到炮 可是我觉得 刚刚正好讲的 有道理 他弄一弄之后 打到他自己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可是现在看起来 网络上的各式各样 社群行销 社群的操作 对于语论 跟对于选战的攻防 是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这个就像我刚刚讲 我如果要再 搭英军选立委 我没有半块看板 然后汪浩有200块看板 那他绝对带风向 有人支持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去处理的 就是选举中的 金钱的上限 目前并没有这种法律 第二个就是说 汪浩的看板 有没有说 泛云 卖假食物 让大家食品中毒 这个就谎言嘛 现在你只能够 规范是内容的问题 因为你目前 没有办法规范说 不能刊登看板 我不能聘谁来 就是说 说我的好话 那重点只能在于说 内容有没有 不实的内容 然后到指控 到毁谤 甚至刑法 我刚刚讲了 真身杀人 真身没杀人 后来自杀了 对不对